我每次T恤来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就英语来讲 就fascinating 就是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呢 听完以后吧 我刚才整个演讲 我最让我感 就是感受最深的就是什么呢 哎呦 人类好可怜啊 我们每天看那么多世界名画 我们只能站在这个 二维的一个能力上 看到一个二维的呈现 但那个三维四维 是我们能够 像科学家们能够研究透了 但我们只能连接近都接近不了 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 所以说我觉得 面对一个天才少年 在演讲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的生理反应就是 我浑身出续汗 都有生理反应 是的 我有生理反应 就是人类好无能啊 就好无奈啊 面对这个大千世界里边 我们是那么的渺小 就跟后边漂浮那个生物一样 觉得妈呀 我们那么兴奋了半天 崇拜了那么多 我们都停在二维空间里边呢 哪儿 你二维 你生活在平面啊 不是眼睛你看到的东西吗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二维的嘛 就是我们欣赏那么多名画 它也是二维的呈现 那是二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 哎呀 好无助啊 就是三维的员 最后一招应 三维的员